是什么可以让人喊出,让上海再次伟大 8月的最后一天,急匆匆赶来与上海的又一座书店告别 他本来决定去年就闭店,怀揣在努力意下的斗志 又坚持了一年,终究还是抵不过涨价的房租 坐落在梧桐环绕的恒山路最贵地段之一 他一直是文青们闲暇时的精神乐园 还未过马路,就已经赶到书店里黑压压的人群了 恒山合集,中国最权最专业的进口杂志书店 恒山合集的英文名字是The Max Place 其中MAX对应了和有相安协调之一 Class中每个字母都被赋予特定的指向 P Philosophy代表哲学思维 L Lifestyle代表生活美学 Art代表艺术观念 C Culture代表文化创意 Edition代表高级定制 8月31号,恒山合集的最后一天 文艺青年们都赶在最后一天来讨货 或加上都基本卖空了 我想此时店主的星期四个字形容 悲喜交加 二层楼的阅读区域此时也是座无虚席 看到二楼书架也买空 以为店主感到一丝庆幸 至少可以回款了 没想到这么小的空间里还隐藏着展览场所 很惊讶,金宇成版画展也选这里赞成 不久后将上映的王家卫的电影《繁花》 就是金宇成的代表作 1930上海孤岛时期的主题画展 作为节夜彩蛋 与书店最后一天营业的告别氛围也很契合 突然有一丝伤感 今天他最后的离去 让很多青年发出了灵魂呐喊 让上海再次伟大 可是